陈姓男子5日开车载有人外出预警盘查,因持有毒品与吸食器加速逃逸,途中将安非他命吸食器 等物品向车外丢弃,最后被警方拦下,陈男才惊觉吸食器卡在挡风玻璃上,当场查获送办 安设画面中央社记者苏慕春传真 107年5月9日中央社记者苏慕春台中9日店陈姓男子开车载有人外出预警盘查 他因持有毒品与吸食器担心被捕加速逃逸,将吸食器往窗外丢,被警方拦下 他才发现吸食器卡在挡风玻璃,当场查获,讯问后被依法送办 台中清水警分局杀戮分驻所所长林俊琪今天受访表示 警员陈孝岩5日中午12时多巡逻时,在杀戮区北市东路 羽鹰才路口,发现30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轿车载令明23岁阳姓男子行迹可疑 上前示意要求停车受检 陈南巨检家族油门逃逸,过程中将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品向车外丢弃 最后陈南轿车,驶入杀戮区台湾大道七段慢车道,阴亭等红灯车量众多,现在车阵中动弹不得 警方上前拦查时,发现轿车挡风玻璃有玻璃吸食器,为防止陈南冲撞伤及无辜 随即利用警棍破窗,并喝令下车接受盘查 陈南下车受检时,才惊觉吸食器还卡在挡风玻璃上 当场查获,陈南向警方公称,当天载有人前往缴纳手机费用,返家途中被警拦查 车上因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与毒品,怕被逮捕才家族油门逃逸 途中以为丢弃吸食器,才停车受检,却未发现吸食器卡在挡风玻璃前 陈南坦城持有玻璃吸食器及适用毒品安非他命 警方询问后将陈南依毒品最嫌移送台中递检署侦办 编辑,李亨山1070509